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壽命 其實就會有一個很重要的應用範圍 就是太空科技 因為上了太空你不要去充電 上了太空之後 用什麼方法都可以維持這個電力呢? 據我們所知有一個 是不是航行者 他一路出去的時候 他是不是有些要回來 報一些的信息給我們 他沒有電 他怎麼可以做到這件事情呢? 這裡可以介紹一下 航行者上面那個核動力電池 其實很值得講的 等一下我們有些其他太空新聞跟大家講 它的功率需要幾百個雅特的 因為它上面有一些的裝置是要拍攝東西 以及將那些信號收發 還有一個很長距離的發送 我們一路能夠收到那個航行者的信號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電池 於是整個航行者去到太陽系的邊緣 它都有能力去瞄準地球來發送這個信號 原來我們一路有記錄追蹤著航行者 這個核動力的電池上面的發電功率的 它這個電池裡面用的 就不是那種Nickel63那種元素了 因為那種元素就是不能夠做到很大的功率的東西 它就用回我們傳統知道的 它就用到這個不元素 Plutonium 那這種元素很容易就在那個核反應堆那裡就產生出來 你可以說它其實都是可以在一些核廢料就做出來的 那它做出來之後呢 它就不需要做一個很強勁的連鎖反應的 它就基本上是一個核廢料 然後就不停地發熱 然後它這個裝置就會拿了它的那個熱能來發電 其實我們知道在那個物理學上面 你只需要有一個很大的溫差 那個溫差自己本身 都已經是一個可以發電的一個 有這樣的功能在那裡了 那甚至乎就是說 它不需要用到任何其他的那些什麼 渦輪腺葉那些什麼 很高壓力的液態那些什麼水 不需要直接只需要有一個高溫在那裡 有一個高溫的溫差 就已經可以給到一個的電壓出來 就供給這個航行者使用 在航行者發射的時候 它的那個反應爐它的功率 去到成五六七百這樣的雅特 但是現在到今時今日 都還剩下二三百那麼多 它整個半需期 是比起那個Nickel 63是更加長的 剛才Nickel 63說的是87.7年是半需期 這個航行者上面 它那些Plutonium元素的半需期是一百年 你可以想像現在那件事都發射了上去四十幾年 那就是說它都還沒到一個半需期 就是它比起先前跌了三十percent左右而已 其實 所以它就一路源源不絕 是繼續有能源去供應 只不過它有些衰減了 另外它的距離也都遠了 所以它能夠有效地將那個信號發送回來 就也都是難了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提升到 我們地面上面那些探測裝置的靈敏度 我們照計是可以繼續跟它溝通的 甚至乎他們還想到有其他的方法 在那個電機上令它節省一些電出來 令它可以繼續給一個強一點的信號出來 去將那個拍到的影像發送回來 那這個就是後話了 但是有這麼好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在地球上我們不可以應用到呢? 始終呢 這件事情是一個核廢料來的 而且Plutonium它給出來是納納納納納幾種的 無論是Alpha,Beta,Gamma,射線都會有的 甚至乎高能量中子都會有的 就是擺在太空裡 你不會有人靠近去沒有所謂 不會污染到人類的環境 但是你單單只是擺在地球上 你如果有這樣的東西 你只是說不如擺在你屋邨的後花園裡 已經是有很多人反對的 這件事情拿來做太空裝置是有它的需要 第一,太空上面我們未必太需要關顧到那個 污染環境的考量 第二就是你要做一些這麼長期的任務 要說幾十年、一百年的事情 你只能考慮核能 所以剛才第一節我們講的那個 就是中國公司去發明一個這樣的電池仔 我會說其實那個技術有在這裡很久的了 但是你有沒有一個商業動機能夠引發到你去開發去 甚至量產放在我們地面上的器件裡呢? 其實那個動機不是太大的 你如果純粹是一個產生三伏特的電壓 然後成本很便宜的一個電池 大家第一時間就想到 Livium那些鋰電池可以做到很便宜 做到很多 甚至比出來的功率更加高 我們其實在地球上面有一些壽命短些 但是便宜很多替代品的時候 我們便用了那些 而且那個鋰電池的技術 甚至乎可以將它升級到去 拿來推動一輛車都可以 所以這件事就可以是 就是你用一套的技術 可以用在幾個不同的方面 只不然就符合成本效益了 所以那些功率低 用時間長的這些東西 放在太空上面有沒有用呢? 我不敢說一定沒有 未來的話 其實在上個星期科學新知有提的 如果人類未來想從事一些 非常非常遙遠的太空旅行 而我們不希望那件事太過重 我們想做一件有這麼輕巧 得這麼輕巧 但是有這麼耐用得這麼耐用的東西 令到我們可以有這麼容易得這麼容易 加速它有這麼遠得這麼遠的話 這些這麼小功率低 但是可以延續時間很長的元件 就很有用了 在航行者1、2號他們用的那件事裡面 已經在1970年代的技術來講 已經是做到最輕巧了 那件事你會發覺就好像一棵大腿那麼大塊 就是給個冬瓜再長一點點 這樣就是一棵東西 好了 這個是其中一件事 但是我們現在知道我們有太空站 是 是 太空入站裡面怎麼發電 這個呢 直接在 其實我不在科學新知講的 我記得我在另外那些軍事節目 和Larry那邊 我有提到的 接下來的月球基地那裡 都是要很努力地想一下 怎樣整一個核反應爐 而那個核反應爐的功率要夠高 那其實航行者2號的這種技術 大家會想到可能有用了 但是再加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比起以前1970年代 我們有沒有能力做得更輕巧 那個材料更堅固 還有就是可以放在那個月球上面 太空基地附近都不會影響到 人的生命安全呢 就是說我們對於整個儀器的 安全系數堅固程度的要求會高了很多 就是航行者這一個呢 你不過意有塊隕石打爛打了下來 沒什麼所謂 變太空垃圾了這樣 但是你說如果是在那個月球基地上面 我們都真的怕月亮沒有它的大氣保護的時候 你將它擺在月亮上面 會不會更加容易受到殞石的撞擊呢 更何況月亮自己本身是一件有萬有引力的東西來的 會更加容易吸引到一些重的東西跌下來的 所以你將它擺在 拿來做月球基地的發電裝置的時候 整個安全系數考量會高很多的 所以現在呢 在歐洲有一兩家公司 其中Rose Royce是在搞的 另外以我所知不止歐洲 在美加的一些公司 它已經弄了用同航行者一號 同樣的技術 就是運用到這些核燃料產生出來的高熱 但是那個熱又不是無止境不受控制的 就一直保持著幾百度、一千度的溫度這麼熱 它不會溶掉它的外殼 但是它能夠保持一個很長時間的高熱 令它可以發電 發電的時候也不需要用到那些渦輪線液的基組 直接就是用那個高熱的溫差來發電 就嘗試將效能再提升 提升到一個地步 就是令到可以在月球基地都可以用得到 再比較一下 第一節講的技術 它用那個電池 現在它講的是大約是一個mV 可以推動一個雷射 pointer 航行者上面要用的是幾百個雅特 就是比起剛才這個雷射 pointer 要強十萬倍 這麼大的功率 但是如果講到月球基地 用到的電又要給航行者1、2號那個發電機 要大約幾十至一百倍 才能夠供應到月球基地上面的維生系統的運作 所以你會發覺一會將這個scale up 要有一些技術難關要克服的 簡單來說就是核能對於我們的好處 當然大家不需要怎樣去講 但是那個危害簡單來說就是 對人體的輻射的污染和損害 是的 即是它一旦爛了到周圍都是的時候 我們不能撿的這些東西 是很麻煩的一件事來的 所以你發覺整個核能一路圍繞著 就是怎樣能夠安全地使用 就是我們技術就有了 但是我們怎樣去整一套 維持安全的系統呢 是比技術更貴 就是自己本身那個能源 就是那個機器本身 就好像那些人說 其實一個升降機 最貴的部分不只是升降動力的部分 是整個那個安全系統的部分 那現在核能系統也是一樣的 那你可以這樣看的 樂觀看就是如果我們解決了這個問題 核能就是一定可以廣泛應用 而可以造福音 是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我們之前也提過一個問題 趁著這個環節可以講 就是這個Bernier的那個行星 就採摘了那個土壤回來 那你已經開了蓋沒有? 因為之前說過開不了那個蓋 是的 這個星期就開了那個蓋 那我要交代一下是一件什麼事件呢 就是我們以往的雜數有介紹過的 就是我們人類 有日本的研究小組和美國的研究小組 都分別去發射它們的人造衛星 去一個很近地球軌道上面的小行星 上面採摘樣本 那麼日本就那個叫准鳥的這個人造衛星 就去了一個叫龍宮的小行星那裡採摘樣本 拿了回來化驗 那就出了很多的成果 那麼另外呢 就是美國它也發射了它的人造衛星 去到一個叫Bernier的這個小行星上面 又是採摘到那些樣本 那就很活該的 就是現在拿回來之後呢 蓋打不開 那只是開頭的蓋外層那裡 都有一些碎石樣本那裡 就看到一部分的資料 但是呢 為什麼那些資料不能夠作準呢 一來它的量是很少 二來就是說它更加 它有機會就已經受到地球外面的環境去污染 變得不準確 就是譬如有一些原本不應該是氧化物的東西 它碰到地球上的氧氣變成氧化物 那就改了 那麼現在呢 整個鋼裡面的樣本 密封在裡面 那個鋼也不能就這樣放在你面前 你用螺絲批去開 你一定要把它放在一個很乾淨的房間 乾淨的房間是什麼意思呢 是裡面不可以有氧氣的房間 那個空間只有淡氣 那麼你要把那個地球氣體給下來的化學反應 減到最低最低 在這個環境裡面你要打開它 但是你不要忘記 打開的時候都要有人手幫手打開的 就是你不是有部機器直接打開就算了 它因為上面有些蓋鈕螺絲 它叫你要人拿出來的樣本 所以你現在就是 那個人要在一個這樣的無氧環境下工作 他自己本身也都要整身裝備 而這件東西本身也都要放在那個裝備裡面 那麼那些原本設計出來的器具 他發覺就打不開其中的幾口螺絲 就是那些東西是滑了啞 還是卡住了 不知道 於是乎用了幾個月的時間 是重新設計了一些新的工具來打開 剩下的幾口螺絲 而那個工具好像還要用到3D打印技術去做 那麼現在就說 終於在這個星期就有消息開蓋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很期待 未來的一兩三個星期 在太空總署那裡有沒有最新的公佈 就說回現在裡面的那些樣本化驗出來 會有什麼結果呢? 希望不要只是這麼簡單說 有碳、有水、有氧就算了 會不會是有些更加複雜的碳氫化合物 甚至乎你說如果找到氨基酸 或者就是我們先前都試過找到的 就是形成RNA物質的其中幾個最基本的化學分子 如果都找到的話 就對於我們了解整個地球有機物的起源 就更加有確切的一個證據在這裡了 那就是說大家期望裡面都有生命的痕跡 就是有些準備去培育到生命的條件 會在裡面找得到 就是你會發覺原來 最後的結論就是 原來在我們地球圍繞著太陽軌道 包括地球 甚至包括月亮 包括上面走的那些隕石和行星 在它上面找到這些很複雜的有機化合物 原來是隨手可得的 就是可能然後就是這件事可以推敲的結論就是 整個宇宙很多其它銀河系 很多太陽系裡面一樣可以發生很多這樣的事 好了 這一集完之前就講講 好像一個很大的科學發展 就是太空有一個環在這裡 宇宙 那這裡就 容許只能草草帶過 其實就是講的 也都有一些從事宇宙學的研究 去觀測宇宙上面那些星體分佈的一些研究 結果就發覺到一些 用我們傳統理論解釋不了這麼大的結構在這裡 就會有一些星很完整地排了一個圈圈出來 如果那些結構不是太大的 我們很容易用我們現有的物理學知識 知道它的來源是什麼 現在就似乎它大了一個地步 我們沒有任何的物理學機制可以解釋到 會不會對於我們的宇宙模型 理論有新的衝擊呢? 但是這個這樣的故事 其實在10年前 就是一位很出名的 有拿到後來有拿到諾貝爾獎的 黑洞的物理學家 Roger Penrose 它都曾經提出過差不多 根據當時的宇宙學觀測 提出過這麼長的理論 但是炒了車的 所以這次來講 又有人重新發現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似乎 和以往那個統計數據又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會不會最後的結果都是說 其實沒什麼特別呢? 那暫時不得而知 那我就會說 整個宇宙學 那個宇宙年齡問題 完全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 而且我們以為已經越來越靠近答案的時候 就發覺也都越來越發覺更多新的問題 所以接下來再有機會 有些更大的發現的時候 我們再去完整一些的介紹 因為事實上我們現在看到資料不是太多 但是印度衫上來 是非常之壯觀的 就是看到這個環 那將來我們有機會的時候 就再次探討這個問題 這次在這裏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2022神秘的東西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裏說 其實這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幾圖你怎樣看?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說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人就會去追究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究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按鈕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鈕按鈕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我和企圖 對不起